Hello, 大家好 講一些冥想或專注的放鬆法的留意 因為每個個案會有不同的情況要講 大體上, 首先好像急救一樣 環境要安全 如何為安全? 不會有聲響,不會有人 或者有突發的事情會影響到你 儘量平和 光線不要太強 可以用燭光 或者白葉鏈散開後, 有一點點光 溫度要和暖, 不可以太冷太熱 你選擇的姿勢 坐也好, 站也好, 睡也好, 倒立也好 是要自己舒服的方法 很多時候都要留意自己的呼吸 呼吸是很有趣的 我們可以有意識呼吸 或者忘記呼吸 他也會繼續做 他是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橋樑 譬如我們的心、肺、胃 你不可能指揮他 我們嘗試用呼吸 去將一些沒有意識 但有經常動的東西 把它調節 達到平衡 很多時候都要留意你的呼吸 可能感覺他的長度、深度、力度 是否均勻 幾次長和短 都要留意 你會慢慢將身體的感官打開 做專注的練習 你會越來越聽得多聲 眼睛 可能顏色會更加鮮艷 吃東西的味覺會更好 其實本身是有些說法 將大腦的電波改變 在一個專注的狀態下 你的大腦電波會處於另一個情況 令到你的內臟有復收的功能 留意 這只是子宮參考 如果有什麼問題 先問你的治療 拜拜